同時電影看板繪製已經超過一甲子的 手繪大師謝森山 當年是因為為了改善家計 所以從15歲就開始出來當學徒 那麼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其實他靠著努力勤學 所以短短兩年就已經出師 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師傅 最高紀錄還曾經有7間戲院 同時委託他繪製 隨著科技的進步 雖然電腦輸出取代了手繪 但是他仍然堅持要透過畫筆 守護這項即將失傳的傳統文化 我們喜歡畫羊片 羊片它的色彩 它的五官很突出 眼睛鼻子都很突出 然後色彩很多上面金頭髮 那些畫起來都很鮮艷 鮮艷不是因為那個人子四人海報 然後我們參考就畫了 在德克巴萊這支片畫起來很精彩 不會小長面大長面都有 原住民它的五官也是很突出 很突出 還有皺紋 男生皺紋用畫成很立體 不管是哪一種片型的海報 守護電影看板大師謝森山 總能以他細膩的手法 畫出電影的磅礡氣勢 以及人物的立體神韻 那些我們最能買 是畫多花多久 我畫四五天 四五天 所以這是他們畫的 對啊 每一個都畫到像 畫好掛在那裡 晚上我快要打烊的時候 那真的好幾個人走過來 這怎麼在那小片 原來是畫畫 太像了 對 從事手繪電影看板 超過一甲子 今年76歲的謝森山 見證了產業全盛時期 也歷經了傳統戲院的沒落 在遊信美術期停場後 他轉而找尋替代飲料 用水泥漆作畫 並能利用五種基本色 調出萬千世界 你看到這些色彩 都是五個色配出來的 比方說 烏色白黃紅下去配 我們要畫以前這裡打格子 對 格子這麼小嘛 然後我放大起來 格子比較大嘛 對 土就比較大 然後我們輪廓都是 沒有靠儀器 都是靠像眼力這樣畫出來 拿起筆刷 在描繪好底稿的畫布上 利用顏色深淺層層疊疊 攻勒出臉部輪廓線條 也讓武打巨星 李小龍的臉變得越來越立體 因為是熟悉的人像題材 從起筆到完成 僅需花約四個小時 而要能畫得又快又好 全靠他多年來 從來的經驗累積 然後有個大喵很多戲演 像小西門町一樣 小時候就看人家 招牌一片一片拉上去再掛 我就想說 這個是我以後 是我畫得多好 於手繪電影看板的緣起 除了心中的向往外 更多的是希望能改善 家中經濟狀況 在那個電影行業興盛 手繪看板宏擊一時的年代 只要學成出師 前途不可限量 於是他15歲就決定 去廣告社當學徒 他說你進來沒有薪水 沒有加班費 我也不教你 我不是補習班 你要進來誰 有空站旁邊看我們畫 平常坐到十一號點晚上 他們都回去了 我就拿一個板子 今天書畫那個 比方說澳大利荷板子 我那個稿子我拿來畫 學徒時期的點滴 人立地在目 尤其這段回憶 他更是忘不掉 十一號點了 像這種嚇毛毛雨 我騎腳道車回去了 現在就只有我一個人 旁邊那個竹女樹叫 我就嚇到了 我就趕快沖到家裡面 就哭出來 哭了父母親在 我都不感覺父母之大 我想說我不隨了 那麼苦幹什麼 後來想一想不行 我跟父親講說 我要隨這個 這是要踏入這個 要認真隨 詳細與父親的承諾 他很快就打傷了放輕念頭 在堅持與努力下 僅花了兩年時間 就學成出師 是當時市場上 年紀最輕的師父 這個是我17歲當師父 那個黑白照 那個 對 你看 真的是好年輕耶 你看那個小鬼 人家說不相信會畫圖 師父就說 以後電影的看榜 工作都交給你了 你錢錢去處理 希望打電話來 要畫了 你就去挑相片 儘管在桃園 已經是個可獨當一面的師父 但他渴望學習更多不同畫風技法 常為了觀摩別人繪製的作品 犧牲睡眠時間 那時候晚上我跟我師兄 常常半夜騎腳踏車 從桃園騎腳踏到西門町去 一人拿個手電筒 經過龜山回龍一直騎 在那邊人家打烊 在那邊照 看人家怎麼畫 兩三次都這樣 騎回來都天亮了 終於他在退伍後 22歲那年自行開業 純熟的繪畫手法 讓他最高紀錄 同時有七家戲院委託繪聚 還曾24小時不休息地趕工 獲得了名聲也改善了佳績 天天都是日片 陽片 薄片 一直不停地畫 明星每一個都畫過 當時我們在畫的時候 是180公分一片 畫一支片 從二樓掛到四樓 差不多要20片 一片一片拉上去組合起來 那你一個人頭 差不多要10片 然後你全部組合 那個明星還要像 但隨著時代變遷 科技的進步 漸漸地電腦輸出取代了手繪 傳統戲院一家家關門 就聯合作40多年的 中立中原大戲院 也在2020年吹洗燈號 沒有戲院當博樂 手繪電影看板 失去展現的舞台 師傅們也一個個轉行退休 那說起來我是講說 在這一兩年內 這個產業我們手工廢劃 就會在社會上消失 在一兩年一定 我沒有畫 我現在七十多歲啦 那停啦 台南一個停的話 就沒有了 看不到了 憂心這麼記憶 會就此失傳 謝三山有心推廣傳承 但感嘆的是 沒有市場 終究難以為繼 有人要來學啦 我跟他講 我說你來學是 比如說你可以學到 畫畫的技巧 是自己在家畫畫而已 沒有賺錢 因為沒有戲院可以畫嘛 你們肯學嗎 他們說對 我發起來我沒有戲院畫 然後他們來學一兩天都放棄了 真的不好學 畫不出來 於是半退休狀態的他 對於手繪仍有著滿滿的熱情 近期偶爾會接些名人肖像畫 手繪不僅是興趣 也是他一生全命的職業 叫我藝術家 我說不敢當 我不是創作者 不是藝術家 我是模仿畫工 以前180公分 就後面那個 一片一片那個招牌 川外林青霞 那個一個記者 跑來叫我給他畫 他說他要洗飲 要出書嘛 在台北要開記者會 叫我畫他 他要當場送給他 我就畫了 對 那林青霞 十七歲的時候 翻著泛黃的舊照片 回應那個手繪產業 繁盛了美好年代 畫過的作品 數量早已數不清 而工作室牆上 掛著來自各方的感謝狀 都是記錄著他這些年來 為了讓更多人 認識手繪魅力 所做的努力 他窮盡一生磨練技能 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 這份一心一意的堅持 就是職人精神最棒的體現